音樂 我覺得所有的創作 不管是音樂或是什麼 我覺得所有的創作可能都是把 生活當中的苦難 把它升華 就是 當然所謂的生命中的苦難 不一定都是那種很大的事件 它可能有的時候其實只是小小的 就算寂寞好了 它可能也可以被歸類在苦難 所以苦難可大可小吧 但是你會把那些 小困頓 小寂寞 會把它用放大的方式 來投射在你的作品裡面 會 我覺得創作對我來講 其實就是在翻譯 那我也還蠻喜歡這個動作 我其實在創作的當下可能好像會把 很習慣把很多的情緒分得很開 比如說快樂跟娛樂跟歡樂 他們可能是長得不太一樣的東西 身為一個創作人 你也是一個抽屜裡有很多作品的人嗎 我的抽屜在心裡 就是不是真實的抽屜 是 可能一方面也是像剛剛聊到說 快樂歡樂 就是這些同意詞 他們會被我放在不一樣的抽屜 我覺得好像是不是不確定是摩羯座的關係 還是甚至不確定是不是星座的關係 在寫歌的時候 因為常常要面對一個主題 你要很快速的去切換 我現在都用電腦 所以修改很快 可是我覺得那個過程很像 很像抓藥 很像隔空抓藥 就是你一轉身 你背後有一個中藥櫃 不一樣的字眼 就應該可以使用出它不同的 所代表的不同的風景 所以我覺得那個抽屜 就算不是寫歌 我在處理日常情緒的時候 或者是尤其在回憶這一塊 我也很習慣用抽屜來區分 比如說可能 可能分手的情人 可能對他們有恨有愛 那對他們的恨跟愛 其實我也是放在不一樣的抽屜裡面的 所以那是一個我心裡面 偷偷建立起來的一種 理解世界的方式吧 我覺得我是積極的悲觀主義者 就是要看見 比如說你要看見一個很微小的光環 你就是要把自己放在很黑很黑的地方 所以透過這種對比去找到看到想要的東西 是我自己還蠻習慣也蠻喜歡的一種手法 所以你不會擔心投射你某一些情緒的創作的作品 攤在我們面前 你不怕那些東西很赤裸裸的被我們聽到 甚至被我們察覺到說 這個好像是你當時的 某一段的悲傷某一段的寂寞 你不怕被我們聽見 我下一張專輯更想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現在其實更想做這件事情 因為好像我最近剛好在想 我好像太習慣整理好 我的上升獅子好像太習慣把 就算是悲傷也都是整理好的悲傷 然後給你看 但我想要打破這件事情 因為可能是我很習慣這件事情 我還蠻想要透過音樂作品去達到說 我要給你看我寫零零的悲傷 就是我想要去嘗試這件事情 因為我已經知道整理好的悲傷是什麼 歌之所以慢慢變暖 或者是慢慢的讓大家覺得沒有那麼難 越來越不需要解壓縮 是我覺得跟我的 當然生活上的心態心境的 慢慢的變老也好轉變也好 都是互相聯動的吧 所以心裡面已經在背景程式當中 已經有一個檔案程式在執行說 你要越來越不隱藏 越來越不隱瞞 越來越不整理自己的情緒 在這個背景運算的電腦底下 他就會慢慢的寫出一些這樣子的歌 已經內化了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內化了 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